欢迎来到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本影片要讲解的课程是 直角垂直与平行 本堂课的学习重点有 1. 透过操作 认识平行是指两条直线段 同时垂直与某直线段 以及两平行线处处等宽 2. 辨识日常生活中 两条直线段是否为垂直或平行的情形 首先我们要来学会 如何透过操作来认识平行的概念 是指两条直线段同时垂直于某直线段 以及两条平行线会处处等宽 琪琪啊很想弄清楚 两条线平行是什么意思 于是呢他去请教老师 琪琪呢先拿直尺 画出一条蓝线 接着呢他拿着三角板 然后呢把三角板的这一边 贴齐蓝线 然后在另外这一边 他画出一条绿色的线 他再用一个直尺 把这一条绿色的线呢 延长 对画出一条 跟蓝线垂直的绿色的线 接着啊 他再到旁边去一样 拿三角板一样 一边贴齐蓝线 然后呢在这里 画出一条红色的线 接着他一样 拿直尺 把这一条红线给延长画好 也就是绿色的线 垂直蓝线 然后刚刚所另外画的这一条红线啊 也一样垂直蓝线 那琪琪想要请教老师 这样画出来的绿色的线 和红色的线 有什么关系呢 你问老师说 这样子画出来的绿线 和红线有什么关系 琪琪 你想想 你这样画出来的绿线和红线 是不是分别都和蓝线垂直呢 像这样子我们可以称 这样子画出来的绿线和红线啊 它们是互相平行的关系 哦 我懂了 所以两条线平行 也就是要指这两条线 能够同时垂直于某一条直线的意思咯 答对了 琪琪真聪明 每每拿直尺画出一条红线 接着他利用三角板 画出一条和红线垂直的绿线 然后再用直尺把绿线延长 接着他又用直尺画出另外一条直直的蓝线 老师 我这样画出来的绿线和蓝线 有没有互相平行呢 刚刚我们是不是教过 平行是指两条直线同时垂直于某一条直线呢 哦 我刚刚画的时候 这一条绿线 就是和红线垂直 所以呢 我只要检查 这条蓝线 是不是也和红线垂直 就可以知道绿线和蓝线是否平行了 那老师要问你啦 你如何检查 绿线和蓝线 有没有互相平行呢 老师我现在就来操作 如何检查绿线和蓝线有没有互相平行 我使用直角三角板 我在画绿线的时候 就是利用直角三角板直角的这两个边 我把这一个边贴起红线 然后利用直角的另外这一个边 画出这条绿线 所以我可以很确定知道绿线和红线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接下来我要检查 蓝线跟红线这个角是不是直角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直角三角板呢 这个边 直角的这个边跟红线贴起 顶点跟蓝线跟红线的交叉点叠合之后 我发现直角三角板的这个边 并没有和蓝线叠合 所以我知道蓝线跟红线 他们所夹的角不是直角 所以他们两条线没有互相垂直 那也因为绿线和蓝线没有同时垂直红线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绿线和蓝线不是互相平行的 老师我这样对不对 嗯 美美 操作的对极了 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下面这个题目 请用直角三角板画出一条经过拨点 然后和这一条蓝线平行的直线 题目要求要用直角三角板 所以我们选择一个直角三角板之后 要注意直角三角板的这个点 跟直角的另外这个边跟蓝线贴起之后 我们移动直角三角板 让直角三角板直角的这个边能够经过拨点 之后我们画出这样一条跟蓝线互相垂直的绿色的线 接着呢我们要旋转直角三角板 接着呢我们要旋转直角三角板 让直角三角板的另外这个边 试和绿线贴合 然后经过拨点之后 我们从这里画出一条红色的线 所以这一条红色的线是垂直于绿色的线 接下来我们再用直尺 把这条红色的线给延长 这样画出来的红色的线啊 就会和蓝线互相平行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一题 绿线和蓝线互相平行 紫线红线和橘线都和绿线蓝线互相垂直 那老师要问你啦 紫线红线和橘线的长度一样吗 我们先拿直尺来量量看 我们发现紫色的线呢 长4公分耶 接下来我们再来量红色的线 也发现红线也是长4公分 接下来我们来量橘色的线 我们发现橘色的线也是4公分 所以我们知道 紫线红线和橘线的长度一样 课程上到这里 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学会了什么 首先呢我们知道啊 两条直线平行是指这两条直线会同时垂直于某一直线 另外我们也知道两条直线平行时 这两条直线间会处处等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学习重点 也就是要能够辨识日常生活物品 属于垂直与平行的情形 时钟三点整 这样子的时钟 时针和分针是互相垂直还是平行呢 我们先用直角三角板来做检查 我们把直角三角板的顶点 贴合时针跟分针的交叉中心点 那我们可以发现啊 时针跟直角三角板的这个边完全叠合 分针呢也和直角三角板直角的另外这个边贴合 所以我们知道时针跟分针是互相垂直的 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对两角器 我们也可以利用两角器来做检查 两角器的中心点 我们一样对准了时针跟分针的交叉点 然后我们把分针对齐刻度0这一条线 然后我们会发现 时针三点的这个时针刚好指的刻度90 所以时针和分针他们所夹的这个角是90度 时针和分针是互相垂直 笔记本的隔线是互相平行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知道两条相邻的隔线有共同垂直的线吗 我们先画出两条相邻的隔线 这两条红色的线就是相邻的隔线 然后我们先使用三角板画出一条和下面红线垂直的绿色的线 这是直角三角板 我们把直角三角板下面这个边贴齐下面这条红线 然后利用直角三角板这个直角的另外这个边呢 画出这条绿色的线 这条绿色的线就是垂直下面这条红色线的一条绿色的线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检查这条绿色的线是不是也和上面这条红色的线垂直 也就是这条绿线跟上面这条红线有没有垂直呢 一样使用直角三角板 我们旋转直角三角板之后 一样把直角三角板的这一个边贴齐上面这条红线 我们会发现绿色的线呢也和红线垂直 所以啊这两条红线都和绿线垂直 也就是表示呢笔记本的隔线啊 有共同垂直的线绿色的线 所以它们是互相平行的 笔记本的隔线是互相平行的 下图中窗框的千直线是互相平行吗 首先我们要知道千直线呢 就是和地面垂直的线 也就是这两条黄色的线 然后我们知道呢 平行就是指两条直线要有共同垂直的线 所以我们要来检查 这两条千直线是不是有跟它共同垂直的线呢 所以首先我们以直角三角板 贴齐这个黄色的千直线之后呢 画出这一条红色的线 跟这一条千直线是垂直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检查 这条红色的水平线呢 是不是和两条黄色的千直线都互相垂直 所以我们旋转直角三角板 一样检查这个角度是不是也是直角 检查结果我们知道 这个也是直角 所以我们知道啊 水平线和千直线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呢 窗框的千直线是互相平行 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 窗框中的千直线互相平行 水平线也互相平行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图中楼梯上的两条红色的线 是互相垂直还是互相平行 另外这两条黄色的线 是互相垂直还是互相平行呢 还记得我们怎么检查两条线是互相垂直 对 利用直角三角板 我们把直角三角板 这个边贴齐上面这条红线 我们发现啊 这条直指的红线呢 也刚好贴齐直角三角板的这个边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两条红色的线啊 是互相垂直的 再来我们要检查下面这两条黄色的线 一样使用直角三角板 我们把直角三角板 这个直角的这个边 贴齐上面这条黄色的线 然后呢 我们画出一条 和上面这条黄色线垂直的绿色的线 然后我们检查 这条绿色的线 是不是也会垂直下面这条黄色的线呢 所以我们旋转直角三角板 这次呢 我们把直角三角板的这个边 贴齐黄色的下面这条黄色的线 然后我们会发现啊 直角三角板这个边啊 也刚好跟绿色的线贴齐 所以两条黄色的线都有共同垂直的线 也就是绿色的线 所以我们知道两条黄色的线是互相平行的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堂课我们学会了什么 我们学会了利用直角三角板来辨识日常生活中 两条直线段是否为垂直或平行的情形 下课咯 下课咯 上课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